那么有关阿富汗局势突变的相关话题 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 时间交给刘洋 好的 季萌 我们看到西方媒体和学者 近来就喀布尔机场一幕 对于美国的负面评论是不绝于耳 阿富汗局势突变 不仅给该国和地区局势 带来巨大影响 也令美国及其盟国的舆论 深陷深刻的反思当中 我们来看全球大媒体怎么看 首先是德国之声 美方表现令人大跌眼镜 这是拜登就任总统以来 遭遇的重大危机 而美国政府正在为其失败的阿富汗政策 而自食苦果 美军撤离过程中的仓皇失措 和混乱场面令人是大跌眼镜 而为了救场 美方正与阿富汗塔利班展开双线谈判 一方面美外交官在卡塔尔 与有关各方进行多边的接触 而另一方面 驻挖美军指挥官在喀布尔 与驻守机场的塔利班 直接沟通 希望确保美方人员的安全 再来看英国媒体英国卫报 美军事力量存在局限性 阿富汗变局再次将美国的傲慢 和自大使暴露无遗 华盛顿以为可以利用军事力量 将阿富汗变成一个稳定的民主国家 这样的荒诞幻想被打破了 美国结束战争的方式 是令盟友感到失望的 未来美国将难以动员盟友 参与此类行动 分析就认为说 阿富汗战争给美国留下了深刻教训 即美国军事力量存在局限性 美军能在局部战斗当中获得胜利 但是仍然会输掉整场战争 再来看西班牙媒体 西班牙国家报 美国的失败早已注定 历史已经多次证明 在其他国家领土上 发动战争的行为是愚蠢的 被入侵国家本土产生的武装力量 与当地民众联系非常的紧密 尽管在资金技术 武器空中力量等等方面 不如西方国家的军队 但却有着源源不断的动力和生命力 而远复阿富汗作战的美军 无法得到民心 就像一条离开水的鱼 美国在阿富汗的失败 看似突然其实从一开始 就已经注定了 最后来看法新社 美国因阿富汗战争遭到反噬 布朗大学的研究显示 美国在911事件之后 发动了战争导致美国本土和交战国 均出现了基本政治权力 被侵蚀的现象 而美国政府在减税的同时 通过借贷数万亿美元 来负担战争的支出 此举加剧了美国内部的不平等 美国自身因阿富汗战争 遭到反噬 不仅是军人伤亡惨重 还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 由此产生的政治阴影 将持续笼罩美国 好 今天媒体焦点 第一部分是这样 把时间交还给季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